都拉国学 第子规第38集 房市清,墙必静 积案节,笔验证 墨摩篇,心不端 字不静,心先病 书房要整洁,墙壁要保持干净 读书时,书桌上的笔墨纸燕等文具 要放置整齐,不得凌乱 触目所及,皆要井井有条 才能静下来读书 古人写字使用毛笔 写字前先要磨磨 如果心不在焉的磨磨 磨就会磨篇 写出来的字如果不工整 弯写着 说明你浮躁不安 心定不下来